福宝回国的恋爱旅程并不顺利 福宝虽然长得好看 但是基因并不优越 福宝的爸爸原心和妈妈华妮都是大家族 枝繁叶茂 子孙众多 虽说福宝的血统非常不错 爱宝和乐宝从祖上传到第六代 都没有半点近期隐患 这里不得不夸韩国当时选熊猫族谱调查得很透彻 至此才能生出如此基因优秀的三个熊猫 但福宝这一辈就属实亲戚有一点多了 福宝奶奶龙心的爸爸是出了名的大总公盼盼 福宝的爷爷 圆圆的爸爸是梁梁 所以福宝的祖辈里个个都是总公和英雄的母亲 莹莹老祖生育了九次 繁殖十四胎 存活了十三个孩子 其中是个女儿至今已繁育出四十四只第三代大熊猫 可能除了双眼二代 其他熊猫里很难找得到不是亲戚的男熊了 所以福宝及时想繁育也是一件难事 春陌生熊有点难找 优秀男熊 蒙兰还是他的旧老爷 就一直传闻的最佳男友和叶 今年也反转成了女熊 还有福宝的金刚巴比大姨飞云 虽美若天仙 却至今只有个绯闻男友蒙二 一直也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要是说 如果熊猫们流行过年给压碎钱 相信福宝会成为最富有的那个 随便一只熊都比福宝辈分高 回国后拜年走一圈子 想想也怪好的